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火无情 逃生时间分秒必争 听众朋友听不到如何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火警发生 在大楼上面火灾检测器 它的警报声都是在楼梯间公共场所 那现在的生活品质大家希望要求隔音好 所以基本上警报声启动的时候 在屋内是听的声音是很小声 尤其听众朋友那更是没办法知道 好来 这个时候闪 闪光 善用居家生活辅具 只要家里有这个火灾烟雾警报器 再加个震动或是闪灯警示器 火灾一发生 听众朋友一样可以马上知道 不过听众朋友装的人不多 在火灾警报上面这种方面的 可能就是听众朋友比较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危险性 这些听众辅具都是MIT 王永庆投入研发十多年得到政府认证 而按照鉴定新制 不管是防火灾的 还是像门铃等各式闪灯或振动警示器 每五年都可以申请补助一次 为了居家安全生活便利 听众朋友不要放弃自己的权益 记者程秀林王新中新本市报导 每年有超过600万人次涌入的墾丁国家公园 未来是确定要收费了 肯管处计划在一些游客特别多的景点 像是猫鼻头还有关山等地要开始收费 而目前已经在收费的俄兰比公园 也要提高票价 每一个人可能会超过100元 登高远眺恒春半岛西海岸 肯定国家公园的关山 可以欣赏细阳和壮阔的海景 因为是免费景点每天游客如之 但国家公园管理处确定 未来这里要收费了 收费增加游玩成本游客普遍不愿接受 但是肯管处规划要收费的还不止关山 包括猫鼻头公园和鹅兰鼻公园 这两年开放陆客以后 每年游客人数都超过200万人 未来这些地方确定要跟每个游客收费 票价可能在100元以上 游客最多的大概是鹅兰鼻跟猫鼻头 那鹅兰鼻它原先就有收费 那收环境清洁费 那未来可能会提高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收费还需要经过多道行政程序才能核定 但肯管处希望尽早上路以价质量 减低人潮对这些景点造成的负担 再加上政府财政困难 近年保育经费越来越少 肯管处评估以猫鼻头公园为例 即使收费以后人潮只剩三分之一 每年票收还是渴望超过一亿元 就能够把更多经费转用在生态保育 知识王界村许正俊评的报道 以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而走红的歌手潘恩邦 因为肾脏癌在周日病逝 目前肾脏癌虽然没有列入 国人的十大死因 但是每年大约新增加了1000名的病患 医生指出 肾脏的初期病变并不容易察觉 等到出现了血尿以及腰酸背痛等症状 往往已经是末期了 而避免罹患癌症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要戒烟 并且要少吃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歌手潘恩邦因为罹患肾脏癌 引发器官衰竭不幸过世 而事实上三年前 法谷山创办人圣言法师 也是因为罹患肾脏癌病逝 享受80岁 医师说 肾脏癌发生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 但是医学上已经证实 和抽烟肥胖家族遗传等危险因子 有高度相关 常见的引起肾脏癌的危险因子 最常见还是烟还是抽烟 那再来的话就是中心属 尤其是千离子 这个是会引起的 那少部分的病人是有加速食 医师表示肾脏位于腹腔后面 脂肪组织包围着 手不容易摸到 而且肾脏癌初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但是等到有血尿腹部出现硬坏 以及腰酸被痛时 往往已经是末期 肿瘤扩散或转移到其他器官 如果说病人 这个肿坏比较大 他可能觉得说腹脏 那腹脏 那肚子膜会有肿坏 食欲不振啊 体力下降 体重下降 这个都会 一事先议民众少吃高油脂 高热量食物 避免肥胖 降低罹癌风险 另外也要改正不良生活习惯 例如抽烟 如果有肾脏癌家族史 每年应定期做肾脏超音波检查 这样才能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记者赖水执起风 台报道 性骚扰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发生 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的最新调查 发现最近两年的性骚扰事件 多数都是发生在自家附近的社区 而超过了五成的加害人 是陌生人 其次是跟工作有关的人或师生 这辆通往台北跟泰山的免费公车 是居民上下班通行的选择 但就在去年11月15号的晚间 一名男子借着人多 故意向女乘客靠近 做出不咬的动作 被害者忍无可忍 最后通报司机 司机立刻把车子 直接开到派出所报案 事实上像这样的性骚扰事件 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 而前劳委会主委王如璇 在大陆念书时也曾经遇过 特别需要体验不同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坐过复的火车 那上去就开始睡 然后准备好好给它睡到天亮 刚好可以开始玩 半夜就会碰到有人 开始很模拟这样 很模拟 就在公共的场合里面 现在妇女基金会 针对251件性骚扰事件报导的 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性骚扰发生了场所 以住家附近最多高达两成三 其次是职场和交通工具 而超过五成的加害人 是陌生人 其次是工作相关人士和师生 其中高达七成三是肢体骚扰 肢体碰触当中 也包含所谓的摸胸 席臀 以及身体的隐私部位 这样子的肢体碰触就占了 78%左右 另外也有小部分 是属于叫做言语上的性骚扰 另外调查也发现 职场性骚扰多半牵涉权力关系 常使被害人只能隐忍或离职回避 这也使得职场性骚的问题持续蔓延 接着吴雅瑜林国黄特报道 不只是一窝蜂的人潮 大耕中水巷樱花林 一大早就不少民众扶老稀有入园参观 还有脚踏车友在此歇脚 这四位新名高中的学生走了三公里 就是为了一堵樱花盛开的美景 不过他们来的还不是时候 现在园里的樱花只开了一两成 预计二月中将是樱花满园盛开时 去年园主免费开放 吸引20万的爆量人潮 今年樱花林的园主再度免费开放 台中市政府则是配合招募七八十位的导览志工 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樱花林 认真听着园主解释樱花的特性 那这个八重樱是台湾驾接从三樱花 所以我们今天本来推的是三樱花 今年因为是用街坡 那车子跟汽车都不能进来 他也用步行脚踏车跟街坡车 早上八点到下五点 欢迎各位来这边赏银 大庚主持像免费的赏银秘境 总面积有六公顷多 但去年开放的结果造成交通大打劫 甚至没有功德新的名状把樱花折之带走 有了去年的惨痛经验 原主本来不打算再开放 不过在台中市政府配合交通接驳 投入义务无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银行 转发 打赏银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银行